感谢神的恩典 有一天在我祷告的时候 神极大的奇妙带领我去天堂 那我就和他在天堂里面散步 我们走着走着就到了一个很大的建筑物的面前 这个建筑物是一个尖尖的塔 但是是很高很高的尖尖的塔 然后我就走进那个塔 那塔呢有个很大的门 我离得越来越近就到那个门旁边 门的外面站着两个天使 都是很大的天使 他们对我说 我们已经等候你很长时间了 今天我们负责带领你参观这个塔 你会了解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天国祈祷塔 然后我也不明白什么是天国祈祷塔 他就带我进去 然后他们就把门打开 我就进去 看见里面就像商场一样 中间是空的 但是是一层一层的楼 一层一层的 每一层都有很多的房间 门就是像商场那样中间是空 周围有一个围墙 然后后面就有很多小房间 是这样的 在第一层的时候 我看见很多天使 他们很悠闲的在散步 在那个第一层的里面 他们溜达 或者是歪在那里 坐在那里 就是他们很清闲 什么事情都没有 很多房间的门都是敞开 就因为有很多小房间 小房间的门都是敞开的 天使都很悠闲的坐在那里 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 然后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看到这个 然后那两个负责带领我参观 这个天国祈祷塔天使 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天使就拉着我的两只手 像坐电梯一样 刷就飞上去了 一直飞到最上面的那一层 然后我就坐在最上面的 我就上了最上面的一层 那个楼 里面也有很多的小房间 其中有一个房间就写着我的名字 然后天使就示意我去敲门 他说你去敲门 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就去敲门 门打开了之后 发现有三个天使 那他们 他们都有不同 他们的脸都超着不同的方向 那我一进去 就像这样 我打开门进去 在我的左手边 有一个天使 他低着头 在看一个屏幕 电子的屏幕的那种感觉 当然他不是地上的这种电子屏幕 但他好像就是像电子屏幕一样 可以显示信息的 就像我们的手机 可以显示信息 那个屏幕也可以显示信息 然后就他说 那个天使就开始和我打招呼 他还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他就对我讲 他说你好 我是你负责为你工作的天使 你是我的主人 那我为你工作感到非常的荣幸 因为跟着你 我才从最底层的天使 一点一点上到这么高层次 是大有荣耀的 在这里面的天使都是非常尊贵的 他们的身份非常尊贵 下面的挨着他们的每一下一层的天使 都会很羡慕 上面一层的天使 但是不会嫉妒 是很羡慕他们 因为他们都带着 越往上去的天使就越有荣耀 他们的眼睛就越清晰越明亮 所以他就告诉我他的感受 然后之后他就说 你知道你每一天祷告的信息 都是经过我来处理的 你祷告的信息就发上来 像信号一样发上来 我的屏幕就会把你的信息显示出来 然后我就会把你的 祷告的信息整理出来 然后在我正对面的一个天使 他的脸就冲着我 他坐在一个桌子上面 就这样坐在上面 很轻松 他看见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他比另外两个天使活泼很多 非常的活泼可爱 他就说 那我是负责每一天 把你的信息带到主面前的 然后再负责把主对你的回应带回来 然后他说 我每一天都很兴奋的 把你祷告的信息交给神 然后也很兴奋的看到神 回应你的祷告 把你的信息再带回来 所以我每一天都很激动 很兴奋 因为每一天面见神的时候 你的祷告都让神感动 神都被你的祷告感动 然后你的信息出来之后 神回应你的也感动 我在那个天使讲 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天天被感动 天天被你和神感动 所以我每天都很兴奋 所以看见你我很兴奋 然后我的右手边还有一个天使 他也是脸冲了这地方 冲了这个方向 前面有一个很长的桌子 桌子上面挪了很多很多的文件 很多很多的文件 他就对我说 哇你好我的主人 但是他就说你好啊我的主人 然后他说 不过我不能和你讲很多话 因为我太忙了 我每一天都太忙了 我真的很忙 因为你的祷告都被神回应 所以我还有这么多的东西 没有去完成 去帮助你实现 我要把神回应的这些祷告 全都变成现实 我要实现这些祷告的愿望 所以我神已经应允了 就像签文件已经被签了名字 可以拿去执行了一样 他就是负责执行的天使 所以他就跟我讲完以后 他就说好了我不能再和你讲了 因为我太忙了 我太忙了 他就和我打招呼 他继续忙他的工作 然后在我对面的天使 他很兴奋很活泼 他说好了我对你讲 他就和我讲 他说你知道你进来的时候 在第一层里面看到天使 为什么那么清闲吗 我说我完全不知道 他说这个楼是一层一层的 那祷告也是一层一层的 和他的主人的祷告的层次 那个天使的生命和他祷告 和他主人的祷告层次是完全一样的 他不可能比他主人的祷告层次更高 所以他们的主人如果不祷告 他们就很清闲 他们最底层也代表了最底层的祷告的状况 就是很不好的祷告状况 所以他们天使就没有事情做 非常清闲 就可以散步了 睡觉了 溜达了这样 所以他说越上一层 他的天使就变得跟着 他的主人生命就成长 到最上面的时候就会更 而且每成长一次 他的荣耀的能量就大 在天堂里面都被人尊敬的 他们出去的时候都会被天堂的尊敬的 因为他们的荣耀层次是很明显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走在哪里都会被其他的天使党啊 天使啊 天就这些东西 这些这些灵界里尊敬的 所以他们很珍惜他们的主人 那他说 他接着对我讲 他说我们真的很荣幸服侍你 我们是一路从最底层一点一点 跟着你的攀升 跟着你的祷告一直上到这里 我们太开心 太幸福 太幸运了 能够成为你的 服侍你的天使 就是这样 他说这就是天 他说天国祈祷塔的作用 就是把人们祷告的信息 接收过来 然后再发射到主那里面去 然后再从主那里面领受 领受神的回应 再发射给那个祷告的人的生活 所以说天国祈祷塔就是这样的作用 这就是我看到的 在天堂里面的天国祈祷塔 祈祷塔的作用